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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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哥仔,在搞甚麼 我在在在旭文在哪裡 甚麼旭文在哪裡 甚麼?今天是25日 我在旭文,四馬購物車在哪 甚麼不是?一號才交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日已經可以交 如果一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會虧了一閘 原來是這樣的新玩法 又是月美,借電腦來 讓我自己交好月費 沒問題,拿去 馬後炮 回到第二節,9月27日 《玉敏蛇馬》的獨立付費節目 四百元每個月 如果大家有興趣,下個月 今天也要交 因為十月一號跑馬 好像剛才的普遍一樣 你少了就沒了一天 十月一號跑馬,現在是二十七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四 四天就要交 不然你沒有了十月 如果你過了十月一號交 那你就少了一場 就少了一場 就少了一場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上個月的 就算尾場 跑星期三夜馬都OK 勉勉強強 但是跟著 十月一號開始跑九次財馬 四球 所以大家速磅 另外就是天狗日報 月費二百元 今天正在做一個新的 我們的天狗馬驚 今季季初開始都很難吃 那些馬膽都經常中 天狗馬膽的賞名 是我們剛才說的 輕易 之前我們的賞名是百分之一百 未到不算輕易 因為這隻賞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阿偉達這場 真是… 有職可囚 我們稍後再說 我們先說回剛剛那一場 另外就… 其他的月費大家都要… 繼續支持 繼續支持 OK 我們先說回正華 熱血鬥士 剛才在那一截尾 看到他 即是沿途走 我們不如一路說 一路看著巡邏影片 一路看著田泰安 熱血鬥士是十四檔 始終的檔位就是… 所以剛才我們也說過 他排外檔不用看 又一個… 又一個好的例子 他就被… 被銀匙頂了在外面 沒有辦法埋到去 埋下、埋下、埋下 所以其實他又… 他又… 他早段都幾慘 因為沒有辦法埋 他又不會縮過去 這隻賣要放在前面走 那現在就搞一下搞一下 現在三疊了 全程望空 被銀匙頂住 埋面那隻 就是笑傲成功 其實你看著這隻馬 其實田泰安都… 都是比論盡一下 幸好這隻馬 他又不是說… 很…很厲害 但其實這段… 你看到 其實早段… 早段那個段速都很快 這一段走21秒2 是啊 很…很快 你這樣走三疊 沿途望空 這樣輸 其實是… 這樣只是輸三個馬位 其實真的… 這隻馬是厲害的 那這裡你看到他 現在進到直路 又開始動 那麼後面那些 就可以殺後面那些 有兒之星 那些在外面 蓋上來 但你看到田泰安 這裏 都已經是… 要留住 但這隻馬 你看到他… 已經散散了 已經兩邊片 但外面那些 就… 陸上飛遲 那些就… 那些就… 但外面是有些意外發生的 因為都影響到 有些人要直閥停賽 那麼我們繼續拍下去 那麼大致我先講講 那麼… 沈拿呢 就先裁定一樣 不小心拆騎 那麼… 就… 事源千一米柱 在未帶離笑號成功 之… 向內邪跑 就導致三元密路 要立備之間 就受阻 那麼… 所以就要罰沈拿 就… 十月九號開始 就停三… 停兩個賽日 那麼… 另一個呢 就… 要罰停賽的呢 就是那隻 順二寶 那你剛才見到 在外面 就是一堆馬 左…左…西…右…西… 那麼… 何宅堯呢 就承認一樣不小心拆騎 那麼… 在未… 在最後一百五十米左印 那麼… 就… 容許坐騎 在尚未帶來珍珠鳳凰之時 向外邪飽 導致該區立備 及失去應有跑線 那麼… 那麼… 判罰何宅堯呢 在十月一號 開始停賽兩日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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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都…都…有驗過他 就說沒有… 意見常之處 那麼…另外呢 就…就特別呢 就是…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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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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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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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少看他 那時候水戰龜 早段都是有些走勢 但又是因為排了外檔 當然不及熱血鬥士那麼明顯 我們先看看斷足 因爬爬又圈了些東西 這場主要是 熱血鬥士的斷足 給大家看 頭三段 走57秒69 又是 近這幾季 跑四班以來 近這五年左右 應該都是頭十場最快斷速的 所以你看到這樣三跌 望空一三三磅第二段 走21秒二幾 其實基本上 跑完第二段都可以撕飛 尤其是你拿回 道美爾上一場怎樣贏 他是捉住來跑 你比較回 其實有這麼說 尤其是尤其是 臨場這隻馬有六倍 以這樣的賽職 你有六倍 六十多元 六十多元 給你倒 就未免有太大隻甲蠟隨街跳蠟 就是這麼說 所以那隻瑞爾寶 後面變成大熱門 這隻很合理 這隻馬真的都 不過你又是 所以這層頭六隻馬 你看到 全部都是在後面衝上來贏 所以見到我都圈中 藍色圈著熱血鬥士 他走24秒44 你見到這樣 已經是強武之門 更加不用說 現在看到的 綁底後面 那隻三元明 輸一輸 上一次跑第二 今次輸這麼遠 那天有些意外 剛才說 一來有意外 現在他前面 真的跟得太急了 這隻馬 所以就是這樣 這隻馬 為何那天 為何那隻順二步的飛這麼厲害 如果大家還記得 那天偉達出了四隻 超能量又跑匹 成理所願 兩隻馬博失 接著變成 那些飛全部都推下去 那些人總是想著他每次都要去除 對 所以 那些飛太側 所以 都是那一句 這些馬 六十多元 都沒有這麼大隻馬 不過 有一隻馬 大家也要留意 一號友誼之式 就是班頓騎 這隻馬 下一次都要留意 這隻馬 這隻馬 還有這件衣服 教主你都說過 阿堅叔 阿堅叔的馬 很有鬥志 還有就是以前 以前那隻友誼至上 就是跑 贏董屎杯那隻 那時候都是蘇堡羅 帕班頓 這個組合 直撥率比較高 下局也可以贏 所以這隻馬 都值得再跟 還有沒有其他 沒有 那贏馬那隻 陸上飛池 都是賺了一些形勢 我覺得熱血鬥士 下次給回道美爾跑 跟回中間位 爆一段 這隻馬 即使跑三班 我覺得都可以贏 這隻馬 應該要再跟 沒有啦 三四倍 現在六十八元 都是鬼鬼的 剛剛說 另外還有一隻中神通 這隻幹什麼 真的不知道搞什麼 但是那場賽友報告 什麼都沒有提到 沒有提到 我這樣說 這隻馬其實試襲 是很黏的 我覺得 純粹說血統 其實父母兩線 都是以跑短途為準 但唯一這隻馬 我見他試襲是很黏的 但我始終認為蔡若翰 貴錯的馬 真的 我覺得這隻馬 尤達容許我講一句 我覺得他好像 他跟馬佛一隻馬 大老爺那隻駕駛 跑泥地 我覺得跑泥地 一六五零千八 被他步步櫛 步步筋那些 我覺得 這隻馬 撞起來了 但就沒有看到 這一件衣服 以為真的很好 這隻馬 我自己覺得 就一般 這隻馬 其實 好了 我們禮拜六的賽事 講完禮拜 但田泰安還未屌完 為什麼 因為 贏五場 贏五場 但是那天屌完 但到禮拜三 剛剛禮拜三 那天 他也有賣贏 有賣贏 但這場又是要屌 贏了夢幻天使 但贏的那隻也補不回 贏的那隻也補不回 六十幾元 我們講哪一場 就是講那場第五場 就是那場 鄉村俱樂布杯 我們講過健康在忙 那隻真是贏的馬 大哥 那是否要底調 我們先看片子 喂 那隻贏的馬 那條Q 喂 那隻青年才俊 就不知為何 始終都是初出 有得解的 我們先看片子 我們先看片子 那條27Q 很穩陣的 我們先去片子 去片子 狗 是暫時大熱 好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 有金碧輝煌 青年才俊 已經快走上去 再見到外面 還有紅庫日 內蘭紅衫 帶有第三位 飛雲追中間 提款機 外面還有上部先鋒 最初是黃衫 粉紅帽 愛天門 內蘭位置 王者奇兵上回 尾四 有這隻 陽明滿滿 尾三心慷慨 尾二 團圓豐收 有些跟不到 那隻健康在網 就在這個包尾的位置 好 對面直路的中尾段 前面放的馬 就是這隻青年才俊 紅庫日 跟著第二位 第三位 中檔位置 還有上部先鋒 內蘭 紅衫飛雲追 外面黃衫 第五位 還有愛天門 內蘭黑衫 黃武 王者奇兵 在中間還有提款機 後面先有心罕蓋 扔出去外面追 就是這個健康在網 在外面啤酒園那邊找他 入正中有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 就是這隻紅庫日 押著裡面有青年才俊 中間黃者奇兵上緊尼 再見到中檔了心罕蓋 大外擋那邊 就是健康在網 最後八多米 黃者奇兵 就已經佔先了 都很有機會贏出這場賽事 跑第二名的馬 就有賣變的 韓富日 還有外面 似乎跑了個大洋賽 結果就是健康在網 結果這隻黃者奇兵 他不是大洋賽 你說看這場馬 是不是有吐血 一出閘在後面 還排到最漂亮的檔 為什麼呢 你一出閘應該 你一出閘應該 濕他兩下 跑短途 這樣說 我又不是想為田泰安辯解 這些什麼 如果他有 好像有些 真的很科學化那些 他有GPS 顯示他那個 實際所跑的圖程 這一場1200米 我估計他大概 他跑到1250米左右 那這個可能是勝負關鍵 但是問題是 他令到自己 要跑那麼遠 一出閘都已經脫離主馬 他是不是要先出去 另外還有一件事 其實健康在網這隻馬 如果你留意 他之前跑的賽事 下次也是贏的 他也是很黏的 他之前也是很黏 你意思是出閘也是慢 是的 不過可能沒有慢那麼多 這次真的慢了很多 但是為什麼我會這樣 為什麼我會這麼大反應 因為這隻馬 林跑之前 尤禮德 尤禮德 就幫他彈了一個 八百米閘 他一彈了 在前面 跟到前面 是很沙繩的 怎麼知道到真的跑 如果照施閘的時候 就搞得怎麼樣 你看他的時間後面 你看他的時間後面 是不是 是的 你風磅的殺出來 殺上來 你差點追到 那樣 你這樣繞到外面 馬王也死了 那隻美麗全食 沒有的 因為你一出閘已經脫離主馬群 然後你又拉到外面 你原本是有個優勢的檔位 變成連那個優勢都沒有了 然後後面就追得很厲害 就是了 所以這場馬 田太安真的抵抖了 不過下次的馬也是要看的 但是贏馬的那個是他的老友 王者奇兵 所以我告訴你 真的很厲害 那次是姚本輝的馬 是 喜媽 你看到莫雷拉 蔡宇翰的馬都不會贏 他贏了姚本輝 贏了先 贏了先 贏了方家伯 他也贏了三場 這樣他知道馬還沒得到 那天 那天莫雷拉就是騎師王 很英勇 但是剛才提到 王者奇兵 其實都是形勢造就 說回一隻 剛才的健康祭王 還沒抹完 休息一會 還沒救 還有時間 還有時間 這隻馬 下一局都要再跟 另外 都要講 剛才那隻青年才俊 發生什麼事 青年才俊 大敗而回 獸醫檢驗了他 發現他右前腳不良於行 所以這隻馬要經過獸醫檢驗 才可以再次出賽 另外 包大尾的提款機 流鼻血 這隻馬長期健康都有問題 流鼻血 所以這隻馬 就應該 然後又發現他左前腳不良於人 我想這隻馬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節回來 還有兩場馬說